说有这样的一个人 他从小就调皮捣蛋 坏事做尽 这种调皮呢 还不仅仅是小孩子那种恶作剧 他的很多行为甚至都已经涉及到了犯罪 他十岁时就放火烧了邻居家的房子 十四岁时就会举起石头去砸别人家的汽车 十五岁进入了青春期 他甚至开始偷窥自己的母亲洗澡 甚至后来他还打起了自己的老师的主意 这是一个无可救药的孩子 长大之后呢 他也成为了一个不折不扣的恶魔 就连他的母亲都被逼得去看心理医生 说他是一个没有一丁点感情的野狗 他杀人放火 无恶不作 为了能够和暗恋许久的老师在一起 他竟然丧心病狂的把老师和老师的女儿都绑架 并且囚禁在了壁橱里 甚至在被捕之后啊 还妄想买通育友去杀害自己的老师 而这一切的源头呢 似乎都是因为青春期的那一场悸动 那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这个人的名字叫做薛明生 今天咱们就来说说他的故事 1950年10月15日 薛明生出生在中国台湾一个精英家庭里 他的父母都是高级知识分子 尤其是他的父亲 在美国的明尼苏达大学当教授 在学术领域也颇有建树 薛明生是家中的长子 他还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 这样的书香门第都说是中灵玉秀嘛 按理说孩子也从小都接受熏陶 应该也能成为一个德才兼备的好孩子 可实际情况恰恰相反 在他八岁时 因为父亲的工作调动的关系 一家五口都搬到了美国 并且后来在美国定居成了美籍华人 刚刚搬到美国那段时间 一开始一家人肯定都不那么适应 相对来说生活上会比以前多一些困难 那么作为家中的老大 薛明生理应承担一些大哥的责任 但是他却一点都不懂事 反倒是利用自己大哥的身份 经常去欺负弟弟妹妹 对着弟弟妹妹以止气使 如果不顺心了 还要拳打脚踢 可以说从那段时间开始 在他身上就已经看不到一个八岁的孩子 应该有的单纯和善良了 给人的感觉 他就是变成了一个坏小孩 那段时间 毕竟是刚到美国不久 父母都比较忙 尤其是母亲 在忙着寻找新的工作 努力融入到新的环境里 正因此 父母对孩子们的关爱 也是越来越少 完全没有察觉到 薛明生的心理 其实已经有了一些细微的变化 直到多年之后回过头来 母亲才意识到 可能是那个时候 对薛明生关心太少了 他本来就是一个 比较喜欢被关注的孩子 可能在那个时期 他就是想通过各种作妖 来获得父母的关注 只可惜 在那个时期 他们没有意识到 我们不管这个中的原因是什么 事实就是 从搬到美国之后 薛明生从一个调皮的孩子 逐渐变成了一个坏孩子 他的坏的程度愈发加深 在他十岁那年 有一天 他和弟弟妹妹在街上玩 看到邻居家 有一对夫妻正在房间里吵架 吵得很凶 很多东西都被摔在地上 一片狼藉 当时薛明生在外面通过窗户 看了一会儿 忽然莫名的也感到很生气 于是 他一溜小跑 跑回家中 拿了一盒火柴 把邻居家的房子 直接给点着了 短短十几分钟 大火就烧毁了邻居家的车库 而那对夫妻一直在争吵 完全没有注意到 自家房子已经烧起来了 幸好不久之后 被路过的行人及时发现 才没有造成更大的损失 不过有趣的是 因为这件事 这对夫妻也和好了 开始一致对外 去教训薛明生 没有人能够理解 薛明生在放火那一刻的想法 甚至后来被捕之后 薛明生自己也说不清楚 他就是感觉 那对夫妻吵架很烦 所以就放了火 但这也足以说明 薛明生他心中坏的一面 从小就已经开始暴露出来了 并且没有得到父亲和母亲 及时的阻止和纠正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虽然说薛明生 没有继承父母的善良的性格 但是却遗传了 他们的聪明的头脑 他很聪明 当时在这件事发生之后 邻居马上就报了警 警方也轻易的就锁定了薛明生 然而面对警方 薛明生却故意装的 楚楚可怜 说自己是在玩耍的时候 不小心给点燃的 那面对这样一个天真可爱的孩子 警察怎么可能会怀疑呢 于是就这样 他没有受到一丁点惩罚 而在彼时的薛明生的内心深处 却对自己做了坏事 并且骗过警察 产生了一种莫名的快感 这种快感似乎也预示着薛明生 那恐怖的未来 后来在搬到美国的第三年 很不幸 薛明生的父亲被查出患有癌症 并来如山岛 没多久 他父亲经抢救无效就去世了 于是11岁的薛明生 从此失去了父爱 没有了父亲的管束 薛明生的路也越走越歪了 从刚刚的行为就已经能看出来了 薛明生从小就谎言不断 犯了错更是不知悔改 有时无聊了 他随便找一个理由 就会把弟弟妹妹给暴打一通 在14岁那年 他又养成了一个新的坏毛病 喜欢砸车 有一次 母亲对他的恶作剧忍无可忍 终于对他发了一次脾气 而薛明生二话不说 当场跑到自家车库里 把母亲的汽车给划了一个大花脸 又把挡风玻璃给砸碎了 可能砸汽车 能给他带来某种爽感或者快感 打那之后 如果心情不好了 除了打弟弟打妹妹 另一个发泄方式 就是砸车 他不光砸自己家的 更多的是砸别人家的 有时在路上走着 看到一个汽车停在那 他就会捡起一块石头 突然猛的砸过去 然后马上逃走 他认为这种行为非常刺激 后来还带着弟弟妹妹一起做 但弟弟妹妹显然要更加懂事 他们并不觉得这是一种正确的娱乐方式 所以从来没有参加过 那渐渐的随着步入青春期 薛明生的行为方式变得更加不可控了 此时到了这个年龄段 那种原始的性的欲望已经觉醒了 和其他的很多男孩一样 在这个时期 他们开始更多的关注异性 关注女生 但是和其他的男同学不一样的是 人家的目光都关注的是班上的其他女生 开始谈起了甜甜的小初恋 但是薛明生 他却把自己的魔爪伸向了自己的母亲 不得不说 他父母的教育方式很可能真的有问题 薛明生很明显 他连基本的伦理道德观念都没有 这个阶段 他开始偷窥自己的母亲洗澡 但是没过几次就被母亲发现了 一开始 他还可以找借口 说自己着急上厕所等等 但是三番五次的被发现 也让母亲意识到了不对劲 母亲无法接受自己的儿子 做出这样的事情 于是和他进行了一次 语重心长的谈话 希望给他以正确的引导 但是这谈话好像没有什么用 没多久 薛明生的行为更加出格 更加过分了 有一天晚上睡觉之前 薛明生偷偷的钻进了母亲的床底下 等到半夜 母亲睡熟了 他捏手捏脚的钻出来 站在床前 想要对母亲实施不轨的行为 他直勾勾的盯着母亲 正要趴上去 忽然母亲可能也感应到了 他突然惊醒了 床前的儿子让他吓了一大跳 他尖叫着坐起来 愤怒的举起手边的棒球棍 把薛明生赶了出去 这件事的发生 让母亲第一次对自己的儿子感到了恐惧 他在精神上有点接受不了 于是特地去看了心理医生 但是心理医生只能帮他缓解心理上的恐惧和障碍 却并不能帮他解决儿子的生理问题 只能给他一些建议 希望能让他和儿子更好地去沟通这件事情 但是偏偏那段时间 母亲的工作非常忙 他一个女人 丈夫又没了 他要独自养活一大家子 这个压力确实是非常大的 于是当时在同时面对工作压力 和母子交流的压力的情况下 母亲选择了前者 把更多精力放在工作上 再次忽视了和薛明生之间的深度沟通和引导的机会 而这也在一定程度上 促使薛明生在之后的成长过程中 他的心理变得更加扭曲 要说这薛明生呢 他虽然性格古怪 心理扭曲 但是在学业上 他从来不让人操心 这显然得益于他的父母的优良基因 1965年 15岁的薛明生顺利考上了当地的重点高中 这让母亲感到非常高兴 虽然平时孩子比较调皮捣蛋 但是在看到他的优秀的成绩之后呢 母亲的心里也有了一丝宽慰 但彼时没有人知道 高中生活才是薛明生真真正正的罪恶的开端 而这就要提到他的一位女老师 他叫玛丽斯托弗 这是一位美丽的女教师 教薛明生数学 当薛明生上第一堂数学课 看到玛丽的第一眼 他就被深深的吸引住了 在那一刻 薛明生仿佛感觉到了爱情 为了引起这位美丽的女老师的注意 他表现得非常积极 在玛丽的数学课上 他经常踊跃的和老师互动 当没有互动时 他就乖巧的坐在那里 极为认真 这样的表现和以往的薛明生大相径庭 看起来啊 就好像他不再是那个杂气车 烧房子 甚至偷窥妈妈洗澡的坏孩子 当然我们要说的是 仅仅是在他的女老师玛丽面前 甚至有时啊 薛明生痴迷到了什么程度啊 他会趴在办公室的窗户上 偷偷的看玛丽 不知不觉就陶醉其中 经常导致他上课迟到 上课上一半了 同学出来找才看到他 所以同学们即使早就注意到了 他这种反常的行为 而薛明生呢 也大大方方的承认 说自己喜欢老师玛丽 于是这件事情开始在学校里疯传 玛丽自然也知道了 李时的玛丽不仅已经结婚了 而且还有一双儿女 对于学生的喜欢 他其实并没有太过在意 青春期的男孩 有这种心理现象很正常 他觉得孩子们在懵懂无知的年纪 对老师产生好感 这只不过是青春期的短暂现象 这种青春的悸动 这种悸动很快就会被时间冲淡的 等他们长大了来到外面的世界 会遇到更多的更优秀的女孩子 更何况在老师眼里 薛明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学霸呀 他各科成绩都很优秀 优秀的学生尤其是学霸 他怎么会有那种龌龊的想法呢 那肯定都是大家误会 而这种想法可能也是很多老师 都会有的一种刻板印象 玛丽并没有因为学生喜欢自己而感到困扰 相反 他甚至开始主动的帮薛明生进行心理辅导 一有空了就单独找他谈话 但殊不知这只会适得其反 每次和玛丽单独谈话 薛明生都高兴的要跳起来 每一次呢 他都会漫无边际的东扯西扯闲聊天 就为了和玛丽多待一会儿 一段时间下来 薛明生对玛丽的爱慕那是只增不减 甚至已经到了疯狂的程度 他开始在放学之后偷偷的跟踪玛丽 还专门买了一双比较轻的软底的安静的鞋子 更加变态的是 他买了一个望远镜 在远处偷窥 经常远远的拿着望远镜 观察玛丽一家的生活 他不仅能够精准的讲出 玛丽家的孩子的房间在什么位置 甚至连玛丽家的钥匙放在哪 他都知道 再后来呢 连跟踪和偷窥 都已经无法满足他扭曲的心理了 他整天幻想着把玛丽据为己有 于是他开始写小说 小说的男女主角 当然就是他自己和玛丽 他把自己想做又不敢做的事情 全都写进去了 里面充满了各种黄色情节 非常奔放 乌眼晦语 难以想象 但是仅仅这样幻想 肯定是不够的 平时在学校里 他也经常创造和玛丽肢体接触的机会 课堂上的学术讨论 下课后的问题答疑 只要有玛丽 他就必定会积极参加 并且想方设法 去创造一些肢体上的接触 总体来说呢 高中这几年间 薛明生的心理变得越来越扭曲和变态了 但对他自己来说 这几年的时光是美好的 因为每天他都可以接触到他心爱的玛丽 只可惜啊 好景不长 中学时代一眨眼就过去了 他的学业依然非常优秀 轻轻松松就考上了他父亲曾经工作过的明尼苏达大学 并且还拿到了全额奖学金 然而薛明生他却高兴不起来 虽然在大学里面他遇到了更多的更加年轻漂亮的女老师和女同学 但是却没有一个能够取代玛丽的位置 在大学里面煎熬了一年多不到两年之后 薛明生实在受不了这种相思之苦 直接退学了 后来呢 他干脆在玛丽所在的学校旁边开了一家商店 开店的目的当然不是为了赚钱 就只是为了每天有机会可以看到玛丽 每到玛丽上下班的时间 他就会和以前一样 换上那双青底的鞋子 再次开始偷偷的跟踪 甚至有时他走得近了 能够闻到玛丽身上的淡淡的香水味 让他非常陶醉 不过相比之下 新的学生一茬接着一茬 没过几年 玛丽就已经把薛明生望得一干二净了 但此时薛明生呢 却仍然如痴如醉 每天都沉浸在跟踪的刺激和思念的喜悦里 这种幸福的日子 就这样持续了大概两三年的时间 但后来一个小插曲 再次让薛明生变得心神不宁 因为玛丽不见了 那一天 他像往常一样 在玛丽下班回家的必经之路上等着 可是等了很久 都没有看到玛丽 他跑到玛丽家的房子外面观察 发现房子里面漆黑一片 一整晚都没有开灯 第二天 第三天 这栋房子都是如此 玛丽一家就这样不见了 薛明生并不知道 其实是因为玛丽的丈夫工作调动 全家都搬到国外了 玛丽不见了 薛明生就像是丢了魂 在焦灼的等了几天之后 他开始主动的去寻找玛丽的线索 1975年 经过多方打听 他听说 玛丽家有一栋老房子 就在明尼苏达州的德鲁斯市的郊区 这个消息让薛明生欣喜若狂 他觉得 既然玛丽他不在现在的房子里 那么肯定就是搬回了他那个老房子呀 薛明生高兴极了 他要马上动身前去寻找 而且这次薛明生还制定了一个计划 他不能再失去玛丽了 所以他打算绑架玛丽 把玛丽绑回自己家里 这样就能把玛丽彻底据为己有 于是在半路上 他买了一把枪和一些绳子 又给自己准备了一个面罩 开车来到了这栋老房子 当时是晚上 他把车停下来 发现这栋老房子里面亮着灯 这让薛明生非常高兴 心想玛丽肯定就在里面 于是他戴上面罩 拿着枪冲进了房子里 然而当他闯进房子之后啊 却只在里面看到了两位白发苍苍的老人 这两位老人其实是玛丽的公公和婆婆 经过询问才得知 玛丽一家已经出国了 这个消息啊 让薛明生又难过又懊恼 可事已至此 他也没有办法 只能威胁老两口 警告他们不要报警 否则就会杀掉他们 老两口被吓得不得了 他们赶紧答应了他的要求 后来也的确没有报警 直到四年之后 玛丽夫妇回到美国 他们才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儿子和儿媳 而在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啊 玛丽一家都非常紧张 还以为是有人来寻仇 可是他们想了半天 也实在是想不出来 自己到底得罪过谁 最终这件事只能不了了之 另一边呢 在得知玛丽已经出国之后 薛明生仍然没有放弃 他知道玛丽一定会回来的 于是他雇了几名流浪汉 让他们每天在玛丽家附近蹲着 一旦玛丽回来 就第一时间告诉自己 薛明生这一等就是四年 1979年的一个晚上 终于有一个流浪汉 跑到薛明生开的商店里 告诉他说玛丽回来了 在那一刻啊 薛明生感觉自己又活了过来 他马上跑到玛丽家外面 通过窗户 他终于又一次看到了 那个让他魂牵梦绕的女人 他下定决心 这次一定要抓住机会 绑架玛丽彻底得到这个女人 他想了一个好办法 从房子外面 往玛丽家的卧室里面挖地道 然后通过地道 把睡熟的玛丽直接掳走 这是一个大工程 但是为了得到心爱的玛丽 薛明生真的就挖了一条地道 这条地道从外面一直延伸到了玛丽的卧室 眼看就要成功了 但是最终呢 他却发现 玛丽家的地板实在是太结实了 他忙了好几天 只在地板上打出了一个非常小的小洞 钻出了一些木屑 这项工作进行的如此困难 他显然无法在一天之内直接把洞打出来 并且成功的在晚上伏击 于是没办法 他只能放弃了 后来呢 薛明生又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他想模仿玛丽的字迹 给他丈夫写一份离婚协议书 于是呢 有一天趁着玛丽一家都不在的时候 他偷偷潜入到了玛丽的房子里 趴在桌上开始写 但是啊 他按照玛丽的字迹 模仿了很久 前前后后写了好几十章 但是不管怎么学 都学不像 这眼看玛丽一家就要回来了 薛明生是又着急又生气 末了实在是受不了了 干脆不写了 他生气的丢下笔和纸 离开了玛丽家 后来玛丽回到家 看到了一地的纸团 还以为是孩子们画画的时候给丢掉的 也没有打开看 就直接扔进了垃圾桶里 不难发现啊 这玛丽夫妇其实是有点神经大条 包括之前薛明生挖地道 其实玛丽在打扫房间的时候啊 他已经发现了地板上有一个小洞 旁边还有一些木屑 但是当时他以为是某些动物或者虫子留下的 没有当回事 如果说玛丽一家 他们的警惕性能够再强一点 其实后面的悲剧啊 也许就不会发生了 只可惜他们没有 在继续观察了一年之后 1980年5月13日 这天晚上 薛明生和往常一样 拿起望远镜远远的偷窥玛丽一家 结果发现 玛丽夫妇又在打包行李 这让薛明生感到非常紧张 难道他们又要出远门了吗 在这个节骨眼上 薛明生认为自己不能再等了 再等可能就永远的错过玛丽了 于是三天之后 他终于开始实施自己的绑架计划 5月16号这天 玛丽带着女儿去理发店理发 这是一个完美的机会 薛明生潜伏在理发店外面 等玛丽母女从理发店出来 准备上车的时候 她立刻冲过去 掏出手枪 劫持了玛丽和她的女儿 她用枪抵住女儿的头 逼迫玛丽把车开到郊外 玛丽只能照做 他们开车来到郊区的一片树林 薛明生下车 把母女俩绑起来 扔进了后备箱里 但是好巧不巧 就在这个时候 有两个小男孩 正骑着自行车路过 其中有一个叫杰森的 六岁的小男孩 他刚刚好就目击到了 薛明生的罪行 这个孩子看到之后吓坏了 正要尖叫 薛明生冲过去 一把把他抓起来 也塞进了后备箱里 另一个小男孩 看到杰森被抓走了 他立刻逃走 回家告诉了父母 但是等到小男孩的父母 赶到现场时 薛明生早已经开车离开了 他把车开到了一片荒地 接着把六岁的杰森 从后备箱里拎出来 丢在地上 举起铁棒 将其活活打死了 为了他那扭曲的 变态的所谓的爱情 薛明生就这样犯下了 他今生唯一的一起命案 在杀人灭口之后 他把玛丽母女带回了自己家中 用铁链把他们拴起来 囚禁在一个壁橱里 这个壁橱非常狭窄 它的长度只有1.22米 宽只有0.53米 母女两个连躺的地方都没有 只能在里面坐着 也没有任何的活动空间 就是在这样逼着的地方 这对母女被囚禁了53天 接下来薛明生拿出摄像机 开始记录自己的胜利时刻 他把玛丽拉出来 问他为什么不和自己在一起 然而让薛明生感到尴尬的是 玛丽一片茫然 他根本就没认出来 眼前这个男的是谁 后来薛明生用了整整三个小时 帮玛丽回忆各种细节 玛丽这才想起来 眼前这个可怕的男人 他竟然是自己15年前的学生 这让薛明生既尴尬又愤怒 他一把撕掉了玛丽的衣服 接着对他展开了长达4个小时的性侵 但这仅仅是一个开端 从那以后 薛明生每天都要来侵犯自己的老师 并且还要用摄像机 把这一切都记录下来 幸好他不是恋童屁 不然的话 玛丽的女儿可能也会遭殃 另一边 玛丽的老公在下班回家之后 发现妻子女儿都不在 一开始还以为是两个人出去玩了 可是在家里面等了一天一夜 妻子孩子还是没回来 他这才意识到可能是出事了 于是赶紧报了警 坏消息是 玛丽母女当天去的理发店 就在闹市区 而当时又是白天 车流量非常大 那个年代也没有监控 因此警方很难查到有用的信息 而好消息是 小男孩杰森被绑架之后 他的父母立刻报了警 在杰森被绑架的现场 警方找到了一张车牌 而这张车牌恰好 就是玛丽的车牌 当时为了防止被追踪 薛明生把他卸下来 丢在了那里 于是警方终于得到了一些线索 可是新的问题又接踵而至 当时现场唯一的目击者 就是和杰森在一起的另一个小男孩 但是那个孩子也只有七岁 再加上他遭到了惊吓 对那些画面也并没有完全看到 所以他能提供的线索 其实都不太准确 警方根据他的回忆 画了一张案犯的模拟画像 但是后来呢 却搞了一个大乌龙 差点把玛丽的丈夫给当成案犯 后来费了很大功夫 才洗清了人家的嫌疑 这个时候呢 薛明生也注意到了 警方正在调查玛丽的失踪事件 但是他丝毫没有慌张 因为他知道 自己已经在玛丽的生活中 消失了15年 而且玛丽也早就把他忘了 那么警方无论如何 都不可能查到他的 实际情况的确如此 虽然知道可能是有一个人 绑架了玛丽 但是警方查遍了玛丽的关系网络 也没有查到任何线索 这一连十几天过去了 警方的调查没有丝毫进展 相比之下呢 在这段时间里 薛明生自以为和玛丽母女 磨合的越来越好 每天晚上 他从店里下班之后 会亲自下厨给玛丽做好吃的 还会和玛丽的女儿 一起看动画片 俨然把自己当成了一个正常的丈夫和父亲 看着薛明生每天沉浸在自己的角色里 玛丽一开始还想反抗 但后来 他渐渐的也想直接将计就计 干脆不再反抗 假装顺从 也尽量的配合薛明生的要求 有一天晚饭的时候 他甚至直接表白 说要一直和薛明生在一起 果然 这个办法很有用 薛明生渐渐的开始放松警惕 为了回应玛丽的顺从 他扩大了玛丽母女的活动空间 甚至允许她去厨房里准备晚餐 又过了十几天 薛明生甚至干脆解开了玛丽的锁链 当自己在家时 可以让她在房间里面自由活动 当薛明生白天去店里上班了 她会把玛丽再关进壁处理 对玛丽来说 没有了锁链 这逃跑的机会也终于来了 有一天早晨 当薛明生离开之后 他用尽全身力气 终于撞开了壁厨的门 想逃出去 可是偏偏就在这个时候 薛明生忘了拿钱包 他又回来了 刚刚好就撞见了这一幕 薛明生大发雷霆 这才知道玛丽一直在骗自己 没有真的顺从 愤怒的薛明生一把拉住玛丽 抄起旁边的锁链 开始了疯狂的殴打 玛丽当然不是她的对手 只能把女儿搂在怀里 蜷缩在地上一动不动 可怜的小女孩也已经被吓破了胆 在玛丽怀里哇哇大哭 不断的哀求着 直到十几分钟之后 薛明生打累了 他才停下来 把母女二人扔回了壁处里 在之后的两个星期当中 薛明生认为这次毒打 的确很有效果 因为在这期间 玛丽确实没有任何逃跑的意向 曾经有一次薛明生 故意没有把她绑好 然后故意没有锁门离开了 但其实她拿着枪就藏在门的外面 而玛丽竟然一动不动 就在壁处里老老实实的待着 这让薛明生觉得 玛丽应该是真的不想跑了 她又继续观察了一个星期 玛丽依然非常听话 薛明生也终于彻底放下心来 以后的日子里 作为听话的奖励 她会带着玛丽出去逛街 直到第一次出门的时候 玛丽才发现 自己被绑架的地方 其实距离自己家 只有不到十公里 而这个情况也更加坚定了 她要逃跑的决心 她仍然努力的假装顺从 寻找新的机会 新的机会没多久 就再次出现了 那一天薛明生的心情非常好 提出要带玛丽出门 给她买新衣服 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在室衣间里面换衣服的时候 玛丽发现 室衣间门上的荷叶有些松动 于是她轻轻的 把里面的钉子取了出来 用钉子在墙上 写下了求救信息 为防止在室衣间里面 待的时间太长引起怀疑 她假装高兴的换了好几身衣服 最终把自己被囚禁的地点 详细的写了下来 薛明生没有察觉到任何异常 给玛丽买完衣服之后 就继续逛街去了 但她不知道的是 在他们离开那个服装店之后不久 店员就发现了玛丽留下的求救信息 并且马上报了警 因此当晚上 玛丽和薛明生回到家的时候 一群警察早已经等候多时 把薛明生当场抓获 至此靠着自己的机智和勇敢 玛丽终于结束了 这长达53天的囚禁生涯 令人愤怒的是 即便在被捕之后 薛明生依然没有放弃 当她得知了自己被捕的缘由之后 之前那种对玛丽的痴迷和爱 瞬间转变成了恨 在监狱里 她试图雇一个即将出狱的犯人 只要对方能够帮她杀死玛丽 她就愿意交出自己的全部资产 作为感谢 只不过呢 这个犯人深知牢狱生涯的痛苦 她已经改过自新了 所以第一时间就向御警举报了 于是薛明生的计划 胎死腹中 可她仍然不死心 在庭审当天 玛丽作为受害者出庭作证 而薛明生竟然提前藏了一把刀 趁着法警不注意 她突然冲过去 一刀刺破了玛丽的嘴巴 玛丽瞬间血流如注 被紧急送到医院 缝了68针 这道伤口也成了永久的纪念 伴随玛丽的整个后半生 那么最终 因为犯下了非法拘禁罪 故意伤害罪 故意杀人罪等等数项罪名 并且情节恶劣 薛明生最终被判了整整70年 2010年 在服刑30年之后 按理说薛明生应该能得到假释的机会 但是法官仍然认为 他恶性极大 不适合方箭社会 所以至今 他仍然被关在监狱里 不出意外的话 他会在监狱里面度过余生 对这样的一个变态来说 这也许是最适合他的结局了 咱们之前呢 刚刚讲过了一起 1115大案 今天咱们再来讲一桩 1115大案 同样是发生在 11月15号 这是一桩碎尸大案 在湖南省恒南县 有一条沙河 沙河中下游有一个小镇 叫贯士镇 在这贯士镇那 有一个水轮泵站 叫贯士水轮泵站 干嘛呢 又能防洪 又能灌溉 又能加工发电 1994年11月25号下午三点多钟 突然那个水轮机的转速啊 就变得很慢 这儿的当班工人呢 都干了这么长时间了 很有经验 立刻就判断 说这是水轮机的水口 被什么东西给堵住了 造成流水不畅 这种现象 每年在进水口那都出现过 只要下水排除了堵物 那么水轮机就会正常运转 不出所料 工人师傅走出机房一看 进水口那堵着一个麻袋 看着呀 鼓鼓囊囊的 半沉半浮的 这师傅呢 顺着木梯 下水这么一摸 嘿 这麻袋还挺沉 一个手扶着这梯子 一个手呢 就拎着这麻袋 可是怎么往上拎呢 都拎不动 一咬牙一跺脚啊 光咬牙没跺脚 是吧 一使劲 把这麻袋一翻 顿时可就惊呆了 这麻袋里边啊 露出来了一个人手 很明显 这是一具尸体呀 师傅赶紧就拨打了报警电话 灌室派出所呢 赶紧派出民警 就来到了县城进行勘查 当天下午五点多钟 恒南县 时任公安局长刘诗德 刘局 跟副局长邱定心 正在研究工作呢 突然呢 就传来了 灌室派出所的紧急呼叫 刘局呢 也来不及多想 立刻对邱局就说 你啊 快带领着干警先去 我跟市局联系一下 马上就过来 邱局带领着12个侦察技术人员 很快就赶到现场了 衡阳市公安局的两名法医 在刑侦支队老队长的带领之下 也赶到了现场 刑侦干警啊 把河边的麻袋拖上岸来 打开这么一看 麻袋里装的是一具男人的尸体 没有头 膝盖一下 没有脚 只有完整的躯干 看着衣服啊 裤子啊 穿的都挺齐整 从浮肿程度来看 尸体在水里 应该浸泡了十天左右 脖子和腿上 它有伤口啊 因为不是脑袋跟小腿脚都被砍了吗 从伤口上来看 是又有生前伤 也有死后伤 死者年龄差不多二十五岁左右 身高呢 一米六五左右 在颈部也就脖子 还有两个膝盖伤口上 都沾有附着物 经过仔细的辨认 确定是一种叫鲁鳍杆 还有一种杉树叶的碎片 那个鲁鳍杆是当地的一种野生灌木啊 在装尸体躯干的麻袋里边呢 还装着一块紫红色的石头 称了称是二十五斤 这石头分明是为了沉湿用的 这是一起十分残忍的杀人碎尸的恶性案件 刘局看到情况之后也做了动员 说这是咱们县解放四十五年来发生的第一起无头大案 我们要树立信心 敢啃硬骨头 通过侦破这起疑难大案 树立我们人民警察的高大形象 有句俗话呀 万事开头难 侦破工作也一样 眼下要想着破获此案 得先弄清楚死者的身份呢 你说死者要是有头 看长什么模样 对吧 拍个照片 四处找线索 这好说 可他没头啊 这就有很大难度啊 邱副局长呢 把侦破方案摆到了桌面上 他说了 从死者的衣着 以及掌纹来看 死者是从事体力劳动的农村人 寻找死者 立足江口区 在向外扩展 利用当地的有线电视 发布寻人启示 在沙河沿岸的公共场所 张贴认识寻人广告 发动老百姓破案 这一招还真灵 电视啊 报纸啊 广播电台啊 这些媒体渠道一用 很快就有了反馈信息 沿着沙河往上游走 距离贯市镇17公里 有一个宝盖乡宝盖村 宝盖村 一族有一村民叫王雪初 他呢 整天呢 就想着发家致富 8月8号 以11600块钱的价格 从衡阳市郊农机公司 买回了一台盘式拖拉机 15号下午 在运输路上连人带车 就失踪了 连续好几天 家属亲友四处找都没有着落 18号下午 他们找到退休在家的老公安员 廖茂佑让他出主意想办法 这老廖啊明确就指出 说这件事情啊 以早不宜迟 你们赶紧到派出所 说明情况 请求公安机关帮助寻找 冠世水轮蹦站 发现无头尸体的消息一传开 王雪初的弟弟王东初 十万火急的就来到了冠世水轮蹦站 他仔细的辨认了无头尸体 死者身上的衣着与他哥哥王雪初失踪时候穿的是一样的 并且锁骨下边有三颗黑质 王东初当时哭的就不行了 说这是我哥哥呀 这是谁狼心狗肺 这么狠毒啊 王东初啊 是又伤心又难过 这心里边还有着无尽的仇恨 他呢 租了一辆摩托车 急着赶回家 为他哥哥安排后事 可哪知道 路上货不单行 右脚被迎面开过来的一辆汽车给挂断了 为了救王东初的绞伤 刘局啊 带头掏腰包 资助了他一百块钱 其他的民警们呢 也当场捐款五百块钱 这一下可就引起来了 乡村党员干部都跟着捐款 也算是给这个不幸的家庭 稍微的送来一点温暖 为了弄清楚遇害者的死因和被害时间 邱局与时任刑侦队长罗慧杰罗队 就来到了王雪初家里边 王雪初呢 家里并不富裕啊 王雪初的妻子叫黄美玉 虽然特别的悲伤 家里边自己的顶梁柱塌了 那能好过得了吗 但见到邱局他们呢 还是很热情 又倒茶又递烟的 就说起来啊 26岁的王雪初 为人特别老实 除了种好自己的地之外 还学了一手木工的手艺 曾经前往广州做木工 省吃俭用 几年下来算是有了一些积蓄 于是才买这台拖拉机 想着在乡镇搞短途运输 哪知道 11月15号 开车离家外出之后 竟然遭到了杀身之祸 黄美玉呢 一直就在家里边啊 算是全职主妇吧 王雪初外出打工期间呢 曾经有人反映说 黄美玉跟别人有暧昧的关系 王雪初在本乡本土的 没和谁说有什么激烈的矛盾啊 那会不会是在广州打工期间 和人结下了仇了呢 如果黄美玉的那传闻是真的话 那么就有可能是情杀 如果王雪初在广州跟人结仇了 那有可能是仇杀 咱们再说说那拖拉机 在94年的时候 那可值钱了 一万多块钱呢 那还有可能是谋财害命 那到底是什么 这得讨论的 在宝盖乡政府的会议室里边 从案发当天晚上到第二天早上 案情分析会一直就没停 尸检的时候 发现上面有附着物 就咱们刚才提到的努气杆 还有山树叶 还有那块沉湿的红石头 从这些东西来分析的话 侦查重点 应该放在宝盖乡的光华 桥头 黄田 盐河 幸福 宝盖等六个村子上 因为这些附着物和红石头的产地 就集中在这一带 专案组决定 侦查工作 先从查清王雪初 失踪的时间入手 王雪初有一堂姐 叫王志梅 她说呀 11月15号下午4点半 我在福泉街上碰见雪初了 她开着一台拖拉机 运一车合沙 从双江口方向过来的 有了这个线索 民警呢 对周围六个村 59户 新建房屋的工地 着重的进行了调查 过去啊 你给人送沙子领款 你得写个名 签个名啊 这你领过了 但是呢 都没查到王雪初的名字 紧接着 又查 双江口沙场的12个老板 其中8个人 都直接说啊 不认识王雪初 只有一个女老板 说哦 我有印象 我让他给拖过一次沙子 图个吉利 凡是第一次来拖沙子的 都得从自己的红包里拿钱 交付沙子袋的钱 从时间上来说 这正好与王雪初 11月10号开业搞运输 相吻合 在这以后 他就再也没发现 王雪初去过沙场 一位拖拉机手呢 也反映说 说15号这天呢 王雪初 王武林 跟我 分别开着三台拖拉机 为宝盖村二组一个村民 拉石头起房子 下午一点半 我们三个人呢 一起去张树脚乡 酒家澳食厂 王武林在前面 雪初呢 走第二个 我在最后 走到宝界三叉路口的时候 王雪初的车 被一个年轻人拦住了 俩人反正聊了点什么 还递了一根烟 给雪初抽呢 当时王雪初车上 还坐着一个中年妇女 于是我就超车超过去了 我就去石头厂了 当我和王武林 拉石头转回来的时候 就再也没见着雪初了 民警赶紧就问这师傅 那递烟给王雪初抽的 年轻人是谁啊 这个 这拖拉机师傅啊 显然是不愿意 说出那个人的名字 如果说不认识 那就直接说不认识 但看这意思 认识 但是又不愿意说 这里面 必然有蹊跷 民警几经周折 终于弄清楚 那个中途乘车的妇女 是王雪初的表姑 据表姑说呀 根本没人 递烟给王雪初 他说 路上 我发现一个年轻人 开一辆小拖拉机 超过王雪初的车以后 在路边停下了 让另一个年轻人 上了他的车 向前开过去了 我坐雪初的车 跟在后边 到家门口的时候 我就下车了 民警就又找到了 这个拖拉机师傅 可是他却否认 说我车上 没坐人 这一来一去 王雪初的表姑 和这个拖拉机师傅 明显是有一个人 说了假话了 那么到底是谁说谎 和这起案子 又有什么关联 上期节目 咱们说到哪了呢 有一个拖拉机师傅 就说了 说11月15号那天 王雪初 王武林跟我 开着三台拖拉机 为宝盖村一个村民 拉石头盖房子 下午一点半左右啊 我们呢 一块去酒家澳食厂 王武林在前面 王雪初在第二个 我在最后 走到宝介三叉路口的时候 王雪初的车 让一个年轻人拦住了 俩人也不知道聊了啥 还递了一根烟给雪初呢 这时候啊 说王雪初车上 还坐着一个中年妇女 于是我就超过车去了 民警就问他 说递烟给王雪初抽的 那个年轻人是谁 这个拖拉机手呢 始终就不说 民警反正几经周折吧 终于弄清楚 这王雪初车上坐的 那中年妇女 是人王雪初的表姑 据表姑说呀 没有人递烟给雪初啊 路上啊 我发现一个年轻人 开着一辆小拖 超过雪初的车之后 在路边停下了 让另一个年轻人 上了他的车 往前就开过去了 我坐雪初的车呢 跟在后边 到我家门口的时候啊 我就下车了 后边有什么事 我也不知道了 于是民警就又找到了 那个年轻的拖拉机手 这个年轻的师傅啊 一口否认 没有 我车上没坐过人 等那个中年妇女 也就是她表姑啊 说出年轻人坐在车上 是什么什么姿势 什么什么穿着打扮的时候 这拖拉机手才不得不承认啊 说哎呀 是 当时呢 有人上过车了 他坐的是那 那 罗中秋 那么这罗中秋又是谁呢 罗中秋啊 外号叫狗皮蛇 各位您就听这名字 他也好不了 又狗皮又蛇啊 这狗皮蛇呢 当年是23岁 在这七乡八林之间呢 名声是要多差有多差 没事就喜欢偷偷摸摸 这个人呢 会开拖拉机 也倒买倒卖过拖拉机 他呀 负债一万来块钱 在那个年代 说欠着一万来块钱 那可就了不得了 过去万元户很稀罕 他欠的这钱 都能当个万元户了 是吧 他呢 出没无常 就没准哪天 就在什么地方出现了 曾经还说过 说我得到安人借钱 买台小车来开开 通过两天的深入调查 就有人发现 罗中秋 11月15号上午 还有午后 一直在宝盖和沿河路口一带活动 至此 罗中秋的作案嫌疑是越来越大 同时啊 罗中秋所在的那个村子的村支书也说了 说 这罗中秋啊 是我亲戚 常来我家玩 但是15号16号这两天 我一直没见着他 不过得亏当时啊 有一个事 11月29号的时候 罗中秋他小舅子结婚 你罗中秋你这是姐夫啊 小舅子有事了 那你不得鼎力相助啊 你得竭尽全力啊 当天下午三点 接亲队伍 从女方呢 返回南方这边 趁着罗中秋不注意 刑警上去 就把他给请出来了 与此同时 现场的访问组也有突破了 有一个老乡亲呢 就跟专案组反应 他说了 我呀 17号 我到桥头村探亲去了 路过黄田村林场 他有一个那把沟啊 过那儿的时候 我发现马路上 有那么一汤血 都凝固了 都干了 这儿周围两三里地 可都没人呢 我当时呢 还以为是有人打猎 在这儿给留下的 那动物的血呢 我也没放心上 我就过去了 不过我现在这么一想啊 不对劲 技术侦察人员呢 就根据这位老乡亲 提供的情况 来到了苏黄田林场 在那滩血迹不远的地方 还发现了一件 带血的白衬衣 那边呢 有山树 在山树枝的掩盖之下 还有一截子短麻绳 这和装尸体躯干 那麻袋上的麻绳 是完全一样的 经过取样化验和对比 证实这里 就是杀人碎尸的第一现场 在这案发现场路边啊 还有被拖拉机碰撞的痕迹呢 这里距离发现尸体的 观世水轮蹦站 距离是22公里 在观世派出所收审室里边 有俩人 一个是罗中秋 一个呀 是偷车贼 他俩呢 都被关在这了 那无聊之下 聊天呗 罗中秋就问那一个 说你因为什么事进来的呀 那人说了 偷了一头牛 那你呢 我呀 我那什么 这台拖拉机 罗中秋这一说 才发觉完蛋了 这说秃了嘴了 没有接着说下去 这话 可就让民警们知道了 民警啊 就顺着这拖拉机 这个重要的线索 对罗中秋连夜进行突审 给罗中秋吓的呀 浑身在那抖了呢呀 跟筛糠似的 他的心理防线 彻底崩溃了 为了弄清楚 罗中秋的交代 是不是属实 12月3号晚上9点 由恒南县公安局政委 和冠市派出所所长 率领着7名民警 他们呢 就赶往了湖南郕州 第二天凌晨3点 把案犯罗中秋 撂百声抢劫的 王雪初的那拖拉机 就找着了 简接着就又到了广州 广州警方呢 派出了10名民警 配合着 一起啊 就跟恒南去的公安民警 在5号晚上0点 进入了新市镇 嘉河西 后街22号 把廖百声一举抓获 原来这罗中秋和廖百声 是远房亲戚 他俩呢 都是好吃懒做型的 没事聚在一块 那就是吃喝玩乐呀 去年5月份 他俩呢 早就商量着 咱投两拖拉机去吧 又担心被人发觉之后挨打 哎呀 就咱俩这小身板 你这人打 咱打不过呀 这么着吧 咱骗去吧 8月份的一天 罗中秋和廖百声 就到了安人县 廖百声呢 装模作样的 请一个陌生的 拖拉机司机吃饭 说是有一宗货物 要运到某个地点 等他俩刚一进店 在那坐稳了的时候 罗中秋开着车就跑了 车主一看不对呀 这受骗上当了呀 在后边追着 一边追一边喊 罗中秋 只好汽车逃跑 诡计没成 这俩人呢 也不就此罢休 他们铤而走险 又商量了一套 谋财害命的计划 8月14号 罗中秋 让廖百声带好了凶器 跟装尸体的袋子 第二天上午9点 廖百声呢 就来到了罗家 俩人鬼鬼祟祟的 离开桥头村 步行走了八里路 来到了沿河村三叉路口 东张西望的就找猎物啊 找目标啊 时间过去俩中头了 都没有理想的目标出现 这罗中秋啊 就跟廖百声说 你留这等着 我到那边走走去 罗中秋说完了 就返回到了宝盖地段 正好王雪初 开着一辆新拖拉机过来 罗中秋啊 就把车拦下来 兄弟 到花桥拉烫石灰怎么算呢 啊 可以啊 多少钱呢 一车145 行啊 罗中秋呢 显得挺大方 车到花桥之后 罗中秋见时间还早呢 也不方便动手 在花桥送了一趟货 去了沙湾村以后 返回来 又到了花桥石秋村拉石灰 路过花桥的时候 趁进饭店吃饭的这个机会 从这饭店呢 偷了一个麻袋放车上了 于是罗中秋 还有这个王雪初 还有这个廖百声 仨人呢 一起开车 往宝盖乡黄田村 到了林厂内河坝沟地段的时候 已经是晚上九点了 突然哪 一把砍刀 朝着王雪初脑袋上就砍过来了 正好王雪初头一篇 这砍刀就没砍中 王雪初就意识到 这是灭顶之灾 我这小命不保 王雪初呢 就跟他们说 你们要什么 我给你们 这话还没说完呢 罗中秋一手上去 就捂住了王雪初的嘴 另外一个手 操起来拖拉机那个摇杆 大伙都见过吧 过去拖拉机那摇杆 铁的 可重了 可结实了 对着王雪初脑袋 一顿猛打呀 把王雪初打昏死之后 拖下车来 从他身上搜走了钱包 又借着手电筒的光亮 在车旁边的草丛边上 找到了那刀 紧接着就是碎尸 碎完尸 扔到麻袋里放块石头 就沉到河底了 当时大半夜呀 这没人呢 荒郊野岭的 这罗中秋和廖百生 就感觉这是好机会呀 俩人呢 满以为可以平安无事 可是哪知道 法网恢恢 疏而不漏 公安干警仅用13天 就使这桩无头案 彻底侦破 最终罗中秋 廖百生 被判处死刑 就算了 好 好 好